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发展成了完全教育 所谓完全教育的意思是 从幼稚园的小小班 一直到大学到博士班 都有教育体系 共同来扶持 而这样的好处是一以贯之的 品格教育 还有人文教育 除了专业素养之外 更有人格的养成 而其实回到最初 慈祭之所以会成立完全教育 一开始是希望在慈祭上班的家长 能够有一股安心的力量 你手上拿什么东西 拿贴纸怎么会穿衣服 好好笑耶 好啦 谢谢 拜拜 拜拜 有没有感恩耶 还有回收 好绿色 有没有感恩 是什么天气 是情人是不是 喜欢 有太阳 对 我记得 走 妈咪拜拜 咪咪拜拜 妈咪拜拜 拜拜 这是我来上班 我们可以走去上班 好 这么多 我们可以走去上班 不论前天雨天 可能就这样 送来就很安心 三岁的孩子有幼儿园可托付 让身为医师的他安心多了 在医院上班后 有些临时的状况 你没有办法说 我现在就是要接小孩 那所以就是支持系统 保姆或者是一些朋友的帮忙 其实都很重要 七年多前 陈南师来到花莲慈院工作 当时老三还没生 两个孩子还小 华东这边真的没有什么好找的 就是你会问 有没有这个保姆协会 没有 有没有一些家室服务的团体 也没有 花莲慈院建院三十年以来 医护人员常遇上托儿问题 有些当然就是可能为了孩子 就会要转换跑道 对那甚至有些可能就是 为了孩子照顾的问题 可能就会变成要离开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 回到原来居住的家乡 为了让医护能安心工作 2001年 花莲大爱幼儿园设立 还可以脱婴 八个月大就开始在这里长大的思雨 两岁时就能把慈悸人文带回家 有时候回来就是要吃饭了 然后他就会可能就开始核食 然后就开始说施工勤用 老师勤用 小朋友勤开动 去了这样子的幼儿园 就回来之后 有时候真的不太一样 我们宗教来讲 宗是人生宗子 教的话是生活教育 那不要小看孩子这么小 其实一定也要从生活的教育 开始教育起 隔月我们都可以把他教育到 这样子的认真护责 那其实他在将来长大了以后 走入了社会 他也会一样的心态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 让孩子从小 真的是从根就要砸起 从小砸好的根 更要透过完全教育 一以万之 花莲慈济大学附设中学 于是成立从幼儿园 到国高中的一贯教育 2007年设立的台南慈中 也以完全中学为目标 大概地方政府 也都会比较希望说 物尽其用 一种国中出现的时候 同步让高中一并设立 这个刚好也比较契合 慈济的这样一个资源善用 以及慈济教育 完全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设有国小和国高中部的 台南慈济中学 当时是台南市政府 为了解决学校太少 而推动设立 八年前安平繁荣的步伐刚起 迁入人口暴增 却只有一间国小 孩子要上学 起码得开车半小时接送 一半以上都是读 外面的实力比较多 就是因为它的设备不够 然后它发展的速度又不快 所以当初实际会来这边设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利 从国小到高中 学生各个端庄有礼 因为一走进校园 老师 志工 都是以自身为模范 此际落实以人为本 从幼稚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到研究所的完全化教育 就是期盼透过学校的寻寻善幼 能培养出身心健全的学子 也为将来的全方位人才 立下根基